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议题并不是救还是不救 而是早点救还是晚点救 陈侯邹记率先发表意见 早救和晚救都不如不救 田记不同意 如果我们袖手旁观 韩国就会被为国吞并 所以我们不能等 赶紧去救韩国才对 田记的说法 很能代表战国诸侯的一般心态 如果我自己能够做大 否则一动不如一进 国际局势保持均衡才是最好的 而一旦有谁打破这种均衡局面 想要扩张实力 当出头鸟的话 大家都应该联合起来 把它按回去 孙并最后发言 韩国和卫国的军队 刚刚交战不久 都是生力军 如果我们这么早 就去救援韩国 等于我们替韩国 承受了卫国大军的全部压力 我们反而会被韩国 牵着鼻子走了 这次卫国攻打韩国 有志在必得的决心 非要吞掉韩国不可 当韩国看到自己有灭国的威胁 一定会来求我们的 如果我们等到韩国快撑不住的时候 再出兵 一来就韩国与威王之计 卖给韩国一个天大的人情 让他们感恩戴德 二来 卫国那时候也已经失老兵疲 战斗力呢 大大折扣了 所以我们晚一点出兵的话 不但可以名利双收 收获还一定不会小 显然 孙并的意见最容易打动人心 齐威王于是暗中答应了韩国使者 让他回国复命去了 以上这段内容 其实是很典型的故事化的结构 当时开会 并不都像今天开会一样 有秘书专门做会议纪要 逐一记录与会人的发言 试想一下 在硬笔写简体字的时代 尚且需要专门的速记法 来做会议纪要 两千多年前的古人 怎么容易做得出来呢 散会之后 当时人做追记这倒是很正常的 比如 孙并兵法里面就有不少这一类的追记内容 但追记的问题是 一来 记忆并不可靠 二来 主观倾向 很容易扭转 客观事实 三来 人脑的省力模式 天然就会对复杂的事物 做出有序话的整理 为此不惜牺牲细节 歪曲事实 就拿资质通鉴记载的这次会议来说 如果追溯到各种原始材料里去 就会发现版本众多 不但对与会人物各有各的记载 每个人被记录下来的发言内容也很不一致 经常张官礼代 甚至会搞不清 到底是张官礼代 还是礼官张代 我们不妨把问题简化 跟着资质通鉴的叙述来走 资质通鉴的版本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以高度概括的手法 呈现出在救援邻国问题上的 全部三种代表性意见 这虽然很可能背离了历史实况 但在资质的意义上 不可能做得更好了 人类社会错综复杂 千头万须 要想汲取历史经验 就得有高度概括的能力 比如当下这个救援邻国的问题 可以代表人类社会的一种经典模式 大可以大到国际关系 外交按战 小可以小到 人事纠葛 办公事政治 他们在本质上 并没有任何不同 如果化约到极致 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 怎样帮助别人 才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比如在人际关系上 有人遇到了困难 向你求助 你要不要帮他呢 你的选项 同样只有三个 不帮 早帮 晚帮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人经 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择 孙并的策略 我们可以参照资质通建在两百多年以后的一段记载 当时有人向朝廷上书讲了一个预言故事 说有人啊 来拜访某家主人 看到主人家的烟囱是直的 旁边呢 还堆着柴草 就劝主人说 你呀 最好把烟囱改成带拐弯的 把柴草呢 搬到远离烟囱的地方 不然啊 很容易发生火灾 主人呢 不加理会 后来主人家 果然失了火 街坊司令赶来支援 总算把火扑灭了 主人家呢 置办酒席 打谢街坊司令 出力越多的人 坐的位置呢 就越尊贵 可是这个主人啊 却唯独没有请那个 一开始就提了防火建议的人 这有人看不过去了 对主人家说 当初您要是听了那位客人的建议 也不至于现在这么破费吧 看看您的打谢宴吧 这个提防火建议的人 连位置都没有 您完全把他忘了 毫无感恩之情 只有救火狼狈的 焦头烂额的人 被奉为上兵 这像话吗 把烟囱从直的 改成带拐弯的 原文是驱突 把柴草从烟囱旁边搬走 原文是习心 对打谢宴的讥讽 原文是驱突习心 无恩泽 焦头烂额为上课 一次贡献给我们两个成语 驱突习心和焦头烂额 如果处在主人家的立场 利益最大化的做法 当然是驱突习心 胜过芒羊补牢 但如果处在客人和邻居的立场 利益最大化的做法 就不应该是提出 驱突习心的建议 而应该是焦头烂额的救火了 没失火的时候 主人家不会感到火灾的可怕 任何防火建议都是过灶 任何防火的成本都是浪费 只有当真正失了火 眼看着全部家产 马上就被烧光的时候 人才会真正的紧张起来 恨不得付出一半家产 来泼灭这场大火 这个时候 谁要是伸出援手 赶来帮忙救火 主人家呢 自然会把他当成大恩人 大救星 一辈子对他感恩戴德 拿驱突习心的预言故事来看 其微网关于救援韩国的那场会议 就会发现 田记的建议 近乎于驱突习心 没等韩国被打疼 就出手援助 注定得不到韩国的多少感激 更糟的是 自己付出的成本 会比焦头烂额还多 而孙斌的建议 相当于焦头烂额 等韩国快要被大火烧垮的时候 再出手 这才能用最小的代价 卖给韩国一个天大的恩情 从正面角度看事情 驱突习心的故事 只会告诉我们 防危杜贱 防患于未然的意义 虽然这的确是很重要的道理 但如果换作权谋的角度 再看一遍 马上就有崭新的收获 有人读历史 是为了学权谋 当下旁涓伐寒这段历史 就是权谋术的经典一例 但如果说孙斌的看法 有什么独创性的话 那就夸大了 事实上 中国古人早就悟出了这个道理 早在春秋时代 就已经把它运用到炉火纯青了 最有意思的事情 就在这里 明明老调重谈 但貌似 每谈一次 就管用一次 今天我们置身世外 不同不仰的给历史复盘 觉得这点小心机 如同儿戏 而当事人 永远很难跳脱出来 换成旁观者的视角 看清局面 韩国就陷入了当局者迷的困境 在得到了齐威王不公开的承诺之后 心里有了底 排兵布阵和卫国此刻 韩昭侯大概相当怨气 当初自己主动向卫会王示弱 拿小弟姿态服侍大哥 还帮卫会王解过相邻之围 按说呢 卫会王就算野心膨胀 也不至于先拿自己开刀啊 但两国的蜜月气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仿佛比新婚夫妇的蜜月还要短暂 韩国决定死磕之后 很快发现单凭信心并不足以抗衡强敌 一连五战五败 终于吃不消了 哀求齐国出兵 把国家命运完全交托在齐国手上 其实韩昭侯未必一定要这么为难自己 只要视角可以跳脱出来 不难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不是吗 一旦在齐国面前做出要向魏国投降的姿态 该紧张的就是齐国了 齐国将会怎样出击 孙并会有怎样的战术谋划 我们下一讲再谈